桃園市巴德区近年来因人口增加 再加上接运绿线施工接受路幅缩短 因此导致路边围停乱象严重 因此桃圆市政府交通局跟高速公路局协调 在国道2号桥下都有阶段设置巴德脱钓保管厂 并且在10月1号正式启用 将针对巴德大西跟龙潭的违规车辆进行脱钓保管 桃圆市政府即将在10月1日 在巴德区设置独立的脱钓保管厂 那这个巴德的脱钓保管厂设置的位置 是在国道2号桥下 比较靠近延平路的地方 那是属于国道高速公路局的一个土地 会设置巴德专用的脱钓保管厂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108年捷运施工之后 那巴德地区这个违规停车 将会严重的影响到道路的一个交通 桃園市张宗爵表示 巴德地区过去脱钓都是到桃園脱钓厂厂 距离比较遥远 也有民众反应很不方便 因此才决定增设巴德脱钓厂 如果违规被脱钓 汽车脱钓费每次800元 保管费每12小时100元 汽车每次脱钓费是150元 保管费每12小时25元 以往巴德地区的这个违规车辆 都是拖到桃園的脱钓保管厂 那民众反应这个领车不便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巴德 设置了一个独立的脱钓保管厂 那在这边呢呼吁 这个各位驾驶人呢 那必须要这个遵守交通规则 来进行停车 那否则的话呢 会被处予这个800元的 这个一致保管费用 巴德脱钓保管厂 因为时段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 也会有交通警察驻守现场 交通局也呼吁民众切勿 违规停放车辆 可依法处罚还并且脱掉保管 请不要以身试法 不仅伤荷包还得花时间领回爱车 记者在维一桃圆报道